是誰出現就被歡呼聲團團簇擁 當然就是黃金男雙王麒麟 帶著奧運金牌二連霸的榮耀 迎接他返台後首場公開活動 今年真的 大方秀出兩塊金牌 奪牌之後王麒麟人氣無法擋 球迷們排隊 牌照擊掌樣樣來 更有人早早雷卡位 帶上相片 簽名球 台灣印的配件 即便曬太陽 林大宇也都要見上偶像一面 好像我們真的 就是這個組合真的是已經要結束 其實想起來是蠻惆悵的 好不好可以請世界語言那邊去 也在那邊幫他辦一個退役的儀式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 很棒的結尾 即將告別好partner王麒麟坦言有點感傷 但他趕緊收拾心情 因為馬上就要迎來月底的公開賽 搭檔換成秋象節 得趕快培養默契 不過外界也很關心王麒麟的感情搭檔 王麒麟女友陳詩緣活動尾聲驚喜現身 回國後小兩口走到哪都愛相隨 特別是八號還一起聚餐過父親節 結果被發現陳詩緣無名紙上套著一枚戒紙 難不成早就情定終身 王麒麟再度霸氣喊話 先前陳詩緣進入機場管制區接機 遭到網友言上後二度道歉 表示處理的不夠圓滿 看在王麒麟眼裡都是心疼 不過隨著人氣高漲 私生活的一舉一動 也難免都被放大檢視 華日新聞 楊文雄 甘免欣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耳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